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最近大家都觉得 无论是内宇 甚至放眼世界 美剧 日剧 韩剧都没有 特别好看的新剧 完全处于一种全球性的片荒中 希望接下来的剧集给力点吧 接下来的带播剧 最快的可能是《珠连玉母》 毕竟优酷副总裁都在飞天桨红毯上提及《珠连玉母》 将于10月播出 最近内宇也发生了不少登上热搜的大瓜 一起来看看吧 1.赵金脉被曝耍大牌 赵金脉过去演出开端 在暴雪十分暴红 他近期与张灵鹤主演的古装剧杜华年收视屡屡夺冠 两人CP感十足 被敲碗一同演出现代剧 双方火速二搭演出樱桃琥珀 剧情为非常典型的校园爱情剧 虽然两人学生时期造型被吐槽有点土 不过剧组在改进之后 整体状况渐入佳境 尤其赵金脉拉拉对造型 展现满满青春活力 而张灵鹤穿着制服 非常还原剧中绝色微笑草的帅气模样 许多网友也期待播出 樱桃琥珀正在如火如荼拍摄中 网络上流传一段 赵金脉穿着米白色上衣 短裙装扮 只见他与其他工作人员都站着 赵金脉侧身伸出脚 有一名工作人员蹲在地上帮他系鞋带 整装完后 赵金脉态度冷漠甩头就走 据悉这名工作人员 其实就是赵金脉助理 因此赵金脉传出在剧组霸凌他人 让不少人非常傻眼 有粉丝为赵金脉喊员 表示他的鞋子根本就没有鞋带 是因为穿着裙子 蹲下去拉袜子怕曝光 所以造型师才蹲下帮他袜子 否认他霸凌他人 但不少人认为 无论工作人员是助理还是造型师 对方帮赵金脉整理完衣着后 他直接走人非常没礼貌 纷纷直呼 让工作人员提袜子后 自然的羊头离开 只能说被伺候习惯了 好好好 没有鞋带 所以是给赵金脉跪着擦鞋吗 事实上 赵金脉近期复评 并非只是这一桩 还有他之前参加中国太湖湾音乐节 爆出耍特权插队 当天不少粉丝都非常不满 而后主办方虽然表示 是他们邀请赵金脉看演出 不过有工作人员爆料 赵金脉站的位置连VIP都不能去 一指他是为了抢好位置 所以故意插队 堪称是人设大翻车 二刘诗诗吴奇隆带儿子逛街破除婚变传言 刘诗诗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与成义领军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片 都是杨幂之前推出改编自人气动漫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的后续制作 然而狐妖小红娘月红片开播后 收视与口碑双双铺街 使得刘诗诗的竹叶片播出日期一再往后延 不但传出补拍 还将延到明年寒假 据悉 刘诗诗为确保作品质量 要求剧组完成初简先让她看过 以免毁了自己的招牌 最近刘诗诗 穿着红色嫁衣与张云龙大婚的侧拍流出 画面中明明是结婚喜庆 她却显得十分凄美 这一幕就是动漫中的悲伤名场面 呈现王权红叶迫于无奈 只能拿怀足为妾 之后终身未娶 用以表明她心中永远只有怀足一人 特别是刘诗诗充满破碎感的演技 一身红色嫁衣却洋溢着浓浓的B美学 让网友期待值拉高拉满 此外 刘诗诗的打戏更是行云流水 在一些曝光的影片中 她飞身在刀光剑影中 搭配特效看起来非常震撼 目前 刘诗诗在等待行侦新剧封锁的开拍 除了出席一些商务活动 就是陪家人小孩 日前 她与老公吴奇隆被拍到 带着儿子步步逛商场的画面 结束后走去停车场取车 吴奇隆头短裤配T恤 头戴白色棒球帽 她则是黑色余服帽 搭配粉色上衣与长裤 一手提着包 一手牵着五岁的步步 一家三口日常儿温馨 也打破旅传婚变的不实传言 3 秦潇贤被前女友爆料劈腿 相声圈最牛海王 9月28日 秦潇贤被前女友爆料劈腿 的事 依旧在发酵 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26日晚上 新雨昕发长文怒斥秦潇贤 恋爱期多次劈腿 几位前任都联系新雨昕 并给她提供了聊天截图和开房截图 看秦潇贤的忙碌程度 绝对配得上 相声圈最牛海王的称呼 秦潇贤还假装富二代 豪车是女友的 豪宅是女友闺蜜的 吃软饭吃得心安理得 除了光明正大吃软饭 欢迎自己缺钱 为由 拉着前女友和她的有钱闺蜜 做服装潮牌 服装做出来之后 秦潇贤负责穿 给店铺引流 而新雨昕和闺蜜 则负责销售 谁知 粉丝不知道女友帮秦潇贤赚钱 还以为秦潇贤是被新雨昕利用了 对女方各种诋毁和谩骂 秦潇贤也不出来解释 两人在一起住着女友的豪宅三年 开着女友的豪车 花着女友的钱 竟然还背着女友劈腿 而且不止一次 是一次又一次 同时交往六个女友 最新进展是秦潇贤大粉脱粉回彩 自曝当年秦潇贤做品牌卖衣服的时候 让粉丝当免费劳力 自己还和闺蜜 一宿一宿地给她叠衣服 网友 奥利奥啊 和 欧小迪 都气不过秦潇贤的花心行为 给新雨昕提供了聊天截图和开房证据 秦潇贤和这些女生在一起时 基本都有几个共同特点 先偷偷带她们回新雨昕的豪宅 说是自己的房子 然后开着豪车带她们出去溜达 表现得非常阔气 最后带着她们去开房 但是却不自己花钱 而是要求女方订酒店 不仅劈腿还白嫖 但之前秦潇贤 在娱乐圈一直是单身富二代人设 除了圈外女性 秦潇贤与圈内女星孟子义 哈尼克兹的绯闻也深宵沉上 尤其是在综艺节目中 她与哈尼克兹的互动暧昧 引发诸多猜测 后来又传出她真正喜欢的是孟子义 甚至有两人一起回家的照片流出 秦潇贤和新雨昕在一起时 秦潇贤在内娱 因靠着德云社最帅就小有名气了 新雨昕不仅是秦潇贤的女友 更是她团队的支柱 秦潇贤那些深情款款的 感谢粉丝的小作文 也新雨昕帮忙写的 平常微博里的营业图 是新雨昕拍的等等 新雨昕发文首次秦潇贤之后 大家发现嫂子文学可以重新定义了 文案是嫂子想的 照片是嫂子拍的 凸签是嫂子写的 衣服是嫂子搭的 粉丝喜欢了这么久 最后发现喜欢的其实是嫂子 28日新雨昕更是发文喊话 郭德纲和德云社 说秦潇贤对德云社不忠 她将在9月30日公布这件事 让所有人都好好看看 秦潇贤到底是怎样一个品德败坏的人 新雨昕还表明自己不会接受任何调解 更不会实言 9月30日一定会公布这件事 目前 秦潇贤的事情已经发酵了三天 她本人还没有出来回应 有网友猜测 她是想学习于是 冷处理这次绯闻 4 李兰迪戏外对任嘉伦的昵称曝光 全网笑翻 陆剧男神任嘉伦主演多部爆款剧 她与谭松韵的锦衣之下 她与白露的一生一世 与周生如故等 都获得网友喜爱 但去年她突然卷入婚内出轨一云 声势暴跌 今年主演的大制作古装剧烈焰又收视惨淡 她与李兰迪主演的古装新剧《流水条条》 被视为她翻身制作 果然热度飙升夺冠 《流水条条》剧情虐心 戏外李兰迪 任嘉伦互动却很欢乐 她近日受访谈到对任嘉伦的印象 反差特别大 最开始了解超哥 任嘉伦本名任国超 是因为她演了很多Be Bad Ending的戏 就感觉她是一个自带破碎感的男主 但两人合作之后 她才发现她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 我见到她本人之后 给她起个外号 叫她雪宝 是《冰雪奇缘》里面那个雪宝 她本人真的太像那个雪宝了 她又会耍宝 本人又非常有意思 然后经常做各种奇怪的表情动作 她回忆片场很多两人的对手戏 明明剧本只写她走进她身边 两人对视 她却在排演时刻意演得很夸张 让她忍不住笑出来 氛围相当欢乐 值得一提的是 江慈在流水迢迢 最新剧情真实身份曝光 她并非寻常山野少女 而是当年惨死导致月落被屠城的王爷之女 她还得叫天性猜忌的圣上为伯父 她被反派掳走关狗龙 两人在拉扯间无意摔碎师父给她的小女友 里面藏有王父写给她的遗书 信中告知她的真实身份 而该为王爷之死 就是当初造成月落城主惨死 百姓沦为奴隶的关键原因 江慈的真实身份一曝光 两人中间隔着杀父之仇 她还要面对各方势力的利用 两人要如何在圣上多疑的目光下全身而退 又如何相爱 也成为后期剧情的主要重点 好了 看完以上最近内遇发生的四个大瓜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好 好 好